你好,今天是2020年11月6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第一首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再次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对选举程序提出一系列莫须有的指控 法新社报道 特朗普在选举日后 没有露面两天 周四先生白宫新闻简报室 再次指责民主党人试图以非法选票偷走美国选举 宣称自己无需借助外来干预 就可以轻松赢得这场选举 特朗普也就为什么某些地方的选票 会持送到计票中心提出各种阴谋论 他指控民主党各地选举官员和媒体参与一个大阴谋计划 意图把他赶下台 特朗普说 如果你们计算合法选票 我可以轻松当选 如果你们计算非法选票 他们可以偷走我们的选举 特朗普表示 他的团队以就民主党人的腐败行为提出大量诉讼 仍在计算选票的几个关键州的多名联邦官员 也被特朗普团队列为被告 美国总统大选选情焦灼 网上各种传言不断 现任总统特朗普本人也通过推特推波助澜 德国之声对种种留言进行了一番审视 推特上有关选举舞弊的传言漫天飞舞 有人说选举结果遭到操纵 出现回归行为等等 特朗普及他的团队成员也在推特上发动攻势 根据德国之声报道 该报的事实和查团队去为存真 列出了选举过程中的几个关注点 网络流传民众被禁止观看计票过程 底特律邮寄投票清点处出现了混乱局面 有人封锁窗户阻挡监票员 相关报道中有视频显示 底特律计票站外有人试图观看点票过程 而工作人员则用大块的广告板遮挡窗户 经过德国之声和查后指出 警方确实让人寻后退 因为有人敲打门窗大喊停止计票 选举工作人员是因为场地无法容纳 而拒绝那些人进入房间 两大阵营各有134名的监票员被允许入场 监督计票过程 而在清点底特律选票时 人数已经超标 除了共和党、民主党和五党派监票员之外 场内还有媒体和律师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道也称 多名律师也表示 共和党支持者使用脱下口罩 步步紧逼以及言语攻击等方式 来挑衅计票站的工作人员 以特朗普阵营已经发起法律诉讼为由 要求停止计票 德国之声无法独立核实这些律师 是独立于各党派之外 还是代表某党派 而另一个引起热议的莫过于是神秘的 23,277票 据说拜登突如其来的在费城 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选票 而经过了事实核查 宾夕法尼亚州的计票工作人员在进行 该州当时胜负未定 但是 这一说法的可靠性甚至遭到一些中立民众的质疑 那事情的源头其实是来自于 ABC新闻的民意调查网站 538报道就称 宾夕法尼亚州的两批新进点赚完毕的选票数据 分别来自路泽恩县和费城 那费城的23,277票全归拜登 那德国之声事实核查员 调阅了截至发稿时 能够查阅到已经点票完毕计票站98%的数据 那在1665个计票站中 有8个清点出的选票全部都是投给拜登的 共计1286票 那另外有4个计票站 有除了拜登以外的其他候选人得票 但特朗普还是没票 那把这426票也加上最多也只有1712票 远远低于传言中的23,277票 那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因为在清点过程中会为选票归类 因此有一段时间报送的选票数字 全都是支持拜登的 根据已有信息可以确知的是 拜登没有在费城独占23,277票 特朗普在这里也不是空手而归 而再来 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特朗普转发了一只推特 内容就声称有人故意给共和党选民记号笔 以使他们的选票无效 那在阴谋论就称 用记号笔填写的选票是无效的 因为点票机无法读取这些笔所填写的数据 而有选举工作人员就故意把这种笔 发给特朗普的支持者 那亚利桑那州官员就表示 这种说法是不符事实的 用这种笔填写的选票同样有效 而纽约时报也报道称 那事实上 亚利桑那州州务卿霍布斯已经表示 官方特别采取措施确保墨水笔和记号笔 不会造成选票无效 那此外 使用记号笔其实也有好处 选举工作人员就表示 记号笔的墨水 干得最快 可以避免选票上留下无击 而另外特朗普的律师 朱利亚尼 11月4日在费城 面对一些民众发布声明就称 没有任何一名共和党人被允许监督任何一个邮寄投票 计票站 那按我们的说法 这些选票甚至可能是从火星来的 或者是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来的 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拜登可能投了50次票 或者5000次 那这些选票可能是从缅英州卡姆登来的 那很遗憾的是 我的家乡费城 有选举舞弊的名声 那针对这个幽灵选票的传言 朱利亚尼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 监票员观察计票时被挡在20到30英尺之外 那按照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网站的说法 新冠防疫规定监票员必须在与其他人员保持6英尺的距离 那朱利亚尼并没有为他的说法提供证据 那除此之外 邮寄选票的选民不可能投50次或5000次票 拜登不行 其他人也不行 那要通过邮地方式投票 必须先成为注册选民 然后才能拿到一张选票 那根据多项研究就显示 美国选举中投票作弊现象相当罕见 那洛越拉法学院的列伟特教授 所收集的数据就显示 2000年到2014年间的历次选举中 只发生过31次的意外事件 而这些选举的总票数高达10亿张 但朱利亚尼坚称 宾州的邮寄选票可以来自任何地方 任何人 火星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甚至死人也能投票 但他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 而独立选举观察人士 目前也没有发现类似的事件 另一方面 特朗普团队停止计票诉讼 遭驳回 路透社就报道 特朗普团队指控 佐治亚州把晚到的选票 和准时送到的选票捆在一起 要求暂停该州的计票工作 其团队也是图阻止 密歇根州继续计算选票 并要求扩大其对密歇根州 计票程序的访问权限 不过这两起诉讼 已经被佐治亚州 和密歇根州的法官驳回 佐治亚州的法官就表示 没有证据显示 特朗普团队所提及的选票无效 而密歇根州的法官也说 我看不到任何足够取信的证据 特朗普团队没有就 佐州和密州法院的裁决 作出回应 但该团队誓言 将在内华达州人口众多的 克拉克县 包括拉斯维加斯 存在投票违规行为 提出诉讼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 中国加强防疫 暂禁五国公民入境 因疫情原因 中国宣布暂停在英国 比利时印度、孟加拉和菲律宾的 持千人员入境 中国外交部就在州市表示 这是中国为应对当前疫情 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措施 根据疫情情势的变化 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馆 会及时发布通知 中国驻这些国家的使馆就称 因疫情原因 暂时停止在上述相关国家的外国人 持目前有效中国签证 及工作类、私人事务类和团聚类 居留许可入境中国 中国驻当地使馆 将不为上述人员签发 健康状况声明书 此外交、公务、礼遇、西日签证人员 则不受影响 外国人如去月有 特殊紧急复华需要 可向中国驻上述相关国家的使馆 申请签证 此时1月3日后 签发的签证复华入境 不受影响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新闻会上就指出 中方借鉴了多国的做法 根据疫情形势变化 调整对有关人员来华的做法 那这合情合理也符合国际惯例 相信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 蚂蚁集团启动退款程序 蚂蚁集团与主乘销商发布公告 表示将从今天起 退回A股、新股认购资金等款项 而中国证监会也已经认可该项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报道 那证监会发言人昨晚就表示 近期 上交所依据科创版注册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做出了 暂缓蚂蚁集团上市的决定 蚂蚁集团与主乘销商 经协商一致 那宁于2020年11月6日 启动退回A股网下 网上 申购资金及战略投资者 缴纳的认购资金等款项 那发言人就说 证监会认可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 依法依规做出上述的安排 那将指导上交所、中国结算等单位 做好相关工作 并也要求有关主体秉持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 确保退款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马来西亚 马国政府无意在落实全国封锁措施 那马来西亚首相署 特别任务部长莫哈默里端就表示 该国政府正审核 有关收紧管制区的必要性 那尽管面对第三波关病疫情 但马来西亚政府认为 无需再从事 全国落实封锁措施 那以避免对人民的心理健康 和国家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那同时 政府可以根据关病疫情状况 再次向国家元首提出 对全国或特定地区 颁布紧急状态令的建议 针对沙巴州成为关病疫情 重灾区的问题 李端就表示 随着政府落实有条件型管令 卫生部可以继续追踪病例 和展开检测工作 而主管防疫事务的 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麦沙比里 昨日就说 国安会本周六将讨论 采取更严厉的防疫措施 来遏止冠状病毒传播 那一旦敲定就会宣布 接着带您关心泰国新闻 那泰反政府聚参 和解委员 8日再示威 泰国反政府示威者 前天拒绝参与 国会筹组的和解委员会后 那昨日宣布 本月8日将发动另一场示威 并借此向泰王 挖吉拉隆公请愿 那泰国近期示威领导团体 自一自由青年 昨日发布声明就说 示威者到时将聚集在 曼谷的民主纪念碑 接着就向泰王提成 关于示威者三大诉求的信件 那这三大诉求 包括总理巴育下台 修宪及改革君主制 这些诉求并非选项 而是国家走出危机的必经之路 那以年轻人为主的示威活动 三周来几乎每天都出现在 曼谷及各大城市的街头 当局则频频向示威者释放善意 这包括泰国国会 10月26日和27日 召开两天特别会议时 授权夏议院议长 川吕培 负责组建和解委员会 那以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 泰王瓦吉拉龙公 本月一日出现在 保王派示威活动时 也则表示 泰国是包容妥协之邦 那不过示威者对当局 筹组和解委员会的做法 并不买帐 那并认为 那只是作为缓兵之计的 政治把戏 示威者要求国会投票 选出新总理 那其职权只限修宪 他们也要上议院 回避相关过程 那印尼下月9000万人 接种中国疫苗 根据新加坡联合找报报道 印尼政府高级部长 昨日就宣称 印尼计划在下个月 为900万人 接种中国开发的冠病疫苗 报道引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的消息 印尼政府海市和投资部长 潘贾丹就表示 疫苗接种很可能会在 2020年12月的第三周开始 潘贾丹说 印尼政府将会为特定地区的 9000万人接种疫苗 他们认为 这些地区对处理大量 冠病病例做出了巨大贡献 例如在雅加达 他们认为有几个地区 对冠病病例的统计 有重大贡献 并且给他们一个机会 那据了解 疫苗接种工作 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与印尼国有生物技术公司 Bio Pharma联合 在西爪哇进行的 三期临床实验分开进行 那印尼政府就表示 接种疫苗将使该国 如期解除对受欢迎的 旅游目的地巴厘岛的限制 该地计划于2021年初 重新开放 那根据潘贾丹说 我们渴望看到巴厘岛成为 绿色区域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对巴厘岛将于 明年年初成为绿色区域 感到乐观 那根据此前的报道 有关疫苗上个月 已经进入了最后第三期的 临床实验阶段 预计可在本月获得 数百万剂的疫苗 那该报道也隐居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 最新数据 自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 印度尼西亚共记录了 421,731例冠病例 和14,259例死亡病例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一再会 明镜集团全球招聘 编辑编导 主播 节目主持人 工作条件要求 一、撰写新闻稿 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 二、口条家 具过音剪辑能力 三、台风稳健 能出镜播报更好 四、书案政经科技 火文于新闻 据新闻政治学 经济学 科技等专业背景 更受欢迎 五、有网络媒体操作 与经营经验优加 六、掌握视频制作软件 及图片处理 七、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 八、据工作热忱 愿意接受新任务 音频者具有一项或多项才干 主要播放平台 为YouTube上的明镜火拍 明镜新闻台 明镜电视 明镜历史台 华尔街电视等 若有相关工作经验 请附上成果链接 共参考 职务类别 记者 彩编 文编 教堆 文字工作者 其他传媒相关工作 工作性质 兼职或全职 上班地点 可在家工作 上班时段 白班 及晚班 休假制度 依公司规定 需求人数10到15人 联络人资讯 吴小姐 winnie at 火把live.com